启述第十三章第八节 犯主在地上明知从沧西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赐上的人都要拜他 这两种人其实都不会被记载在羔羊生命赐上 因为一群是很基修的人 他所要的是在世,苹果允泰不是顺序 第二群是长头草的,敌基督都得世,那还不拜他吗 那你就会明白这里所说的到时的时势会是怎样 因为如果剩下到时的智慧人不知道时势的话 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他们每一个都死无葬身之地 这不是一个就座,是一个事实 如果不知道长头草都要帮,但问题是 在我们所谓的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叫有王法的时候 长头草的人我们可以帮,但是好像在主耶稣的时代 他就示范给你看一次,或者很多人都奇怪 为什么主耶稣有油帝卖他,他不是救主吗 因为他示范一次给你看就是,就好像主耶稣被提的时间 就好像我们被提的时间,其实到时长头草的人 是会卖煮卖油的,那些人是不能帮的 你帮这些人不单是出卖了你自己,你的家人 和你自己身边每一个信主的人,明白吗? 所以到时这些人会拜了那只兽的 而这些就是我为什么要分析 因为我希望每一个人听我的信息的人 就算我理得他,或者他三年半大灾难的人 他们都是自慰人 而实际上,如果你想看这些人 我们应该如何以一个天父的观点去理解 其实神想要我们是怎样呢? 很多人都说,我真的不知道神想怎样 其实是很容易的 打造我信主那天,我就觉得已经 当你不复杂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想怎样 然后祂就会祝福你 只不过就是我们太复杂,太自私 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 才跟神隔绝 其实很多人说你信了主,很久都没有经历神 但我发觉对于我来说不是 神的祝福,带领,打从我信主至今时今日 是你有职可乘的 而那个有职可乘的方法还是很简单的 就好像曾经有一次在主日 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原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次我儿子 当他七八岁的时候 就看自己两三岁的相片 如果你认识我儿子,你就知道他两三岁 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 即是,无论是可以说客观 或者因为身为父亲的心态来说 我都觉得其实我儿子真的算是 我所见过的小孩当中 最可爱的小孩当中最可爱的小孩之一 即是,当之无愧的了 所以有时我看他的相片 都充满很多甜蜜回忆 想起他以前多可乖,多可乖,多可爱 但他跟我说回 那次我第一次才知道 和他的心声当中去听 而让我反省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让我理解 父亲的想法 和我们有时的想法是不同的 他跟我说 他很不喜欢看这些相片 我最喜欢看这些相片 因为他越小的时候 越可爱越有趣 他说因为他觉得那时的样子很猛 我主日都分享过 但是没错 其实你以为我们的天父 看法是不是和我们一模一样呢 是的 其实有时我们以为自己聪明了 聪明了 以前是很猛的 但其实在神来说 看那种猛 就好像我看我儿子 他以前三岁 你能够期待些什么 对吧 所以我来说 他那时候不是猛 是单纯 鼎姊姊妹 我想你知道 很多人 他们自己喜欢好基俏 喜欢长头草 他觉得自己是聪明 但是神宁愿 他们单纯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但很可惜 如我所说 当人相信主内识自私的时候 他就觉得单纯的人是猛 因为他骗惯人 因为他自私 因为他鬼诈 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聪明一点 但是问题 如果我们在信仰上面 放弃单纯 去换取这些所谓聪明的话 那在神的眼中 就是这个是一个和幻 你知不知道 这个怪不得 我曾将这些人 扔入残酷大学当中 让他慢慢叹 所以等于姐妹 有时候我尿色一分 有些人 他自为理智 聪明 说话好像言之有利 但是那种 是不单纯 所出现的现象 比如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让你去理解 比如举个例子 在我知道 身为一个为人预备 去祝福的人的人 是要去到多少%的情况下 你才开始为人预备呢 其实事实就是这样的 原来对于一个真正为人预备的人 你一定要先知先觉 而这个先知先觉 是要比别人更早踏出一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长头草的话 对于灾难的临度 他觉得自己走而已 决然一生 甚至最好抛弃气子走 都无所谓的 最重要是自己安全 那么灾难临度的讯息 百分之百 他才走到未知 是不是 所以自私的人 紫上谈兵的人 可以抛弃气子的人 在他来说 他要灾难临度的讯息 百分之百 才做任何事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是爱神的 爱人的 他不忍心见一个人沉沦 或者未认识神的人而死的话 再来说 是不是要等到灾难百分之百来到 才行呢 我们真的有没有错 我们看到在日本海啸 真的灾难来到的人 才可以走 真的有些人 就是这样走得掉 尤其是好气好力的 那些 但是问题就是 又回到那句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不忍心的人死 他是不是真的 又是见到灾难来到 他才走呢 不是啊 那对他来说 就不是百分之百 知道才作出任何反应 因为到时候 不要说预备 甚至自己走 也未必走得及 对于一个为人预备的人 因为他预备预备的时间 自己预备的时间 为人预备的时间 警告人的时间 所以灾难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就是当那个可能性 一路升 由百分之十 升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他已经被人早了 在这段时间 如果为人预备的时候 他就要 不是因为在这个时间 他就要开始作出筹备 开始作出警告 这个方法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 那个人不仅是救自己 也不是想着 抛妻器子地走 自己一个 而是他预备别人 明白吗 所以你看到 一些懒有理智的人 说完那些说话 你发觉根本就不合理 譬如自私的人 是先固定自己 或者是等到那样东西 100%肯定才去做 100%肯定 全世界都是 其实所有 你看到311的事件的时候 全部人都是 100%的 在海边的 这几万人当中 100%发生的时候 他们才做 他们才走 不过里面 大半都死了 明白吗 就是说你等100% 你怎么救自己 都不能够救人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这些 这样惯了 牆头草 紫上谈兵的人 他很流行 总之 先顧好自己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提醒我 先100% 100%才好提醒 肯定死到临头 大难临头 100%肯定了 你算如我 那份 但我想你知道 我们这间教会 整体就是这种意义 我们整间教会 不是一个长头草 我们整间教会 打从开始 无论关于医疗 关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关于我们所认识的 圣经里面 神所给予我们的 时代教会 每一件事 我们都是不单 只预备好 给自己 我们还预备好 给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圣经从来 没有教我们自私 圣经从来 没有教我们 固定自己 就算了 如果我们发觉 那样是灾害 或者患难的话 我们不单 自己预备 我们并且减少 这一件事 对我们身边的人 所造成的伤害 但是这个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真的是 一个预备的人 你能够预备 救自己 又救人 当你有50% 肯定那件事 会发生的话 其实当你预备 你也不能够 只预备50% 你直接是 100%的概念 去预备那件事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个幅度 很大机会 是比你想象的 就像我所说 就像311的海啸 如果有人预备 知道 但是想着预备 知道到时 用两双跑 最多买一双球 那是不够的 因为那个幅度 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大 如果作预备的话 真的预备得足些 是100%的 就像我所说 如果当时 这几万死了的人 全部穿了救生衣 我相信九成人都不会死 我说是一段万做单位 一件救生衣 10元的人民币 你知不知道 我就是说 一些这样的预备 你如果真的要预备的话 这是第二点 就是你不能够 50%预备 没错 只有50%肯定 那我们做50%预备 那你连救自己 救不了 又是指上谈兵 又说到最后 都是自私 都是指上谈兵的人 习惯做人的方法 但我想你知道 弟兄姊妹 指上谈兵的人 是不是真的那么安全呢 这些人 你要看到他 搞不搞到大教会 你要看到他搞到的教会 是妥协的 还是跟踪神的 指上谈兵 真的过了一个 那么安全 那么多色彩 那么美丽 那么值得留恋的人生 其实不是的 弟兄姊妹 你在这间教会当中 一起预备 一起去警醒的时候 你所看的 就是神一路 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路的弱尽 我们能够 拥有神所给的 你恩高能力感染力 对身边人 那种改变到的阶段 人家根本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这些人 可以利弃罪 能够爱神 爱到这样的阶段 能够一起建立这样的社区 香港都不存在 神在我们教会当中 的同在程度 是人家想象都想象到的 这些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如我所说 在人我们看为愚绝 人家看我们是愚绝 是猛的 但是在神看我们是单纯 我们没有人那么聪明 但是我们同样 没有人那么诡诈 那么喜欢基潮 启述第十三章 第八节 犯珠在地上 明知从沧西以来 会有基在被 杀之高阳生命贼上的人 都要拜他 由于我一生将眼光辉 神明亮说话海体 永光珍你 正处中信 尝存在心底 奉上我这生的微笑 尚尘率数尽神因慰 全港珍你 发凉光照尘俗世 求付出优美兴香制 盼为我主演光辉 让我挽救 创伤或魂 盼回日情天活祭 求付出不计终问题 盼直到终点无悔 在终结我愿能深圣极无依 面见上帝